清官难断,家无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个家呀 我们知道和气生财 很多经商的呢 也有脾气不好,说我也赚到钱了 但是他来得快,去得快 又往往 面子上都要最起码过得去 才能持久长续 那经商 其实 有的时候也是有所压抑的 不光是当官 那你的那种真性情呢 随着你这个修养慢慢的 也是在磨砺 那家里面更是 那家 那家很干净 很有钱 都没用的 一个家嘛 首先他有房子 人员 你看 你看 西方这个 说家的时候 叫home 还有house 还有family 房子 家庭 那还有一个家 都代表家 都代表家 但是 唯独 尤其在中国 说三口之家 你一个人的家 那就不叫家 叫你一个人 那多了一个人 你想开窗户 他想关窗户 听谁呢 所以现在人 动不动就寻求自由 自我 自私 实际上就是自私嘛 不用考虑别人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可以啊 一个人 如果你能 对得起这个家族传承的话 很多人老辈都不在乎了 那也没办法了 那小的 认字漂流嘛 慢慢就 随过逐流吧 那么真正的大家族 总是第一个在乎人定行 那人一多 那就各种各样的事都出来 都是人搞出来的 人是物 物在那好好的 谁也不惹谁 那最简单 然后事 就是人跟人产生之间的关系 人跟物产生的关系 那都叫事件 那人 人最麻烦 最难打交道 那不用说别人 连你自己 最简单的 吃饭睡觉 什么时候该怎么样 该多少 自己都把握不好 自己都不足够了解自己 所以才要修啊 那 中国自古 我们儒家 在汉朝以后 几乎 长期来看 都是 都是 如家是主导 因为他容易做到 对老百姓 先雇自己 再雇自己的家 再雇外面人 实际上 用到教派的时候 就是人人都如此 那你宁可自己先好 先不管别人 现在人动不动 这种思想 其实个人英雄主义也是往往那样 你自己 怎么样 然后 这除非大事儿才轮到大义灭亲 实际上 没有先后的 但是你做不到 你小孩子 小小的 就是小人嘛 不懂事儿的孩子们 那你看 小人 就不懂事儿 为女子 小人 男养 女人 事情也多一点 但是 也有很好的女人 也有很坏的男人 我们同等 不做这个比类了